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赶紧叮嘱家人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很多人认为放了一个晚上就是隔夜菜啦 其实隔夜菜并不是这样定义的 菜品做熟后超过8个小时就属于隔夜菜啦 大家对这个隔夜菜的时间要有一个概念 第一种不要吃的隔夜菜就是绿叶蔬菜 现在我们的饮食非常注意荤素搭配 通常会有肉食也会有蔬菜 这样可以保证各种营养元素都很居腾 而绿色的蔬菜如果没有一次性吃完 放到隔夜容易产生许多硝酸盐 通常经验类的蔬菜硝酸盐含量最高 花类蔬菜稍低 如果长期进食隔夜的绿色蔬菜 人体会摄入过多的硝酸盐 硝酸盐属于致癌物质 对人体健康十分不利 所以为了身体健康着想 隔夜的绿色蔬菜不要再吃啦 建议大家绿色蔬菜最好在烹饪后4个小时内吃完 吃不完也倒掉不要放进冰箱啦 第二种就是凉拌菜 凉拌菜一般都是冷食的 素菜居多 像凉拌三丝 凉拌黄瓜 凉拌木耳等等 有些凉拌菜需要焯水 有些不需要焯水 加入了各种调料来调味 如果当餐没有吃完的话 不要再放进冰箱啦 因为这是属于生菜 沾上了人的唾液 再放进冰箱低温保存 非常容易滋生续菌 为生物繁殖的也很快 所含的亚硝酸盐含量也会增多 第二天直接使用就会把各种致病菌带进身体内 引起肠胃不适 所以凉拌菜不要隔夜吃 而是谁做谁吃完是最好的 第三隔夜的海鲜和带水的鱼虾 不管是在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 很大部分人都吃得起海鲜和鱼虾这类鲜美的食物 然而这些高蛋白的食物不可以放到隔夜后吃 容易产生蛋白质响解物 蛋白质响解物对人体肝脏肾脏等 均会造成影响 因此烹饪海鲜的时候要注意量 不要一次性烹饪太多 但海鲜冰冻保存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因此如果买多了海鲜 可以用保鲜袋或者保鲜盒装好 放入冰箱冷冻 下次再烹调 第四隔夜的土豆 土豆可以当主食吃也可以做菜吃 做法多种多样也是很多人喜爱的 但是土豆中含有硝酸盐 如果当餐没吃完放进冰箱保存 虚菌会将亚硝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和维生素C等 储藏和反复加热之后损失极其严重 我们在吃也对身体无任何的有益 所以土豆隔夜之后也不要吃 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各种不利影响 以上四种就是隔夜后不要吃的食物啦 关于平时处理生菜 有以下建议 家里面的生菜 像绿叶菜这种吃不完的就倒掉不要啦 肉类的可以再次加热后 趁热用保鲜膜或者保鲜盒密封放进冰箱 千万别等放到常温再放 这样子热时到冷时的过程中又会滋生续菌 趁热密封放进冰箱里面保存 第二天吃的时候要彻底的加热 在100摄氏度的温度中 沸腾3分钟以上 如果是大块的肉类还要加长时间 虽然会省失一些B竹维生素 但蛋白质可以完全保留 也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像平时买菜做菜的时候吃多少做多少 建议剩菜还是少吃为妙 毕竟营养和味道都会大打折扣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也请点个赞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